会不会有一些好兄弟他们没有抢到食物 有时候好兄弟他们还是会分有时候会比较弱势 有时候他胆子比较小的他们真的会比较抢不到食物 很多好朋友都会问我说 中原普渡的时候现场真的会有很多好兄弟来抢食物吗 神明在自改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加持 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中原节我所看到的普渡现场 基本上7月份就是好兄弟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可以出来抢食的一个月份 然后这个月都会有一些普渡的法会 所谓的普渡法会那当然就是普渡那些好兄弟孤魂野鬼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准备很多很多的贡品 普渡法会的现场就会很像那个自助餐一样 那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 只要你守规矩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然后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 那基本上法会的现场都会有神明神佛都会雇在现场 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分派一些小将 都会把整个法会都会顾到很好 那基本上所有的好兄弟他们来分食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很有秩序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少部分的好兄弟 他们会来抢食 很像在抢姑这样子 因为好兄弟他们就是一年的时间 真的只有这个月份 他们比较可以自由出入 或者说很比较大胆的出来觅食 他们会争先恐后 很怕抢不到东西的时候 他们回去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会有一个失落感 然后或者说他们抢出人家 然后会少一点什么这样子 那虽然有神明会在那边守秩序 那有些好兄弟他可能会害怕食物被人家抢走 所以他可能他比较会狼吞虎咽 如果有阴阳眼的人他会看到说 有一堆好兄弟在那边 他们会像耳啪在桌子 然后会闻那个气味 他们是以闻气味的方式 来增加他们的能量 然后他们闻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个精神就会饱满 会不会有一些好兄弟他们没有抢到食物 有时候 那个在好兄弟他们还是会分 有时候会比较弱势 有时候他胆子比较小的 他们真的会比较抢不到食物 这个还是有的现象 那有些人问我说 普渡的时候烧金子 烧银子烧莲花的时候 会有好兄弟在旁边抢吗 这个因为如果以我来看的话 因为我常有看到说 有一些有时候我们在烧金座的时候 那些好兄弟忽然一窝蜂 这样铺上来抢 那但是一般基本上法会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神明 他会派兵将各司其子来 保护我们所有参加的信徒 当然偶尔会发生这种好兄弟抢食 场一些贡品的这个现象 但是大部分好兄弟 都是会跟我们人一样 守规矩的也是比较多 那因为只有在普渡的这个时间 好兄弟他们才可以自由的出来放风 所以基本上他们搞破坏的机会 不会太大 不然有时候他们犯规的话 还是会被神明处罚 有时候还是会被鬼差抓回去 那可能他就失去了参加法会的这个权利 那所以一般大部分 大部分他们都是会横守规矩的 有的人会问我说 现场都会有法师在念经 那好兄弟他会听经 来会的 有的好兄弟 有的往生的亲人 他们那种原本的缘分就特别深 所以有时候他们听到那个法会所念的经文 他们会特别喜欢的靠近 喜欢来听经问法 所以有的有阴阳眼的就会看到说 有的可能好兄弟在这边听经 有的人在那边蒸莲花 蒸银座 可能有人会在那边抢食物 这个都有的 那有些人会问我说 拜完好兄弟的东西可以吃吗 当然是可以吃的 普度的供品其实都有经过神明的加持 拜拜完了我们把它拿回去吃平安 这个都是有加持的作用 这个都可以保平安的 除非说师父有交代说 这个东西都不要吃 他可能就是在过孕 就像有的人在路上捡到一些红包 捡到一些指甲 那些有时候有过孕的动作 那些东西都不要吃也不要剪 那有的人比较敏感的 他吃到拜过好兄弟的东西 他会马上反胃 这些人那就要特别的避免特别的注意 那如果除非是一般特殊体质 那其他没有关系 有些人会说 拜过好兄弟的东西好像 食物会比较没味道 好像会少了一个胃 确实是这样子 有时候体质比较敏感的人 他就知道说 这个有拜过好兄弟 有些人会说 拜过好兄弟的东西 会很快就坏掉 我们要赶快把它吃完 那可是以我的认知 我是没有那么敏感 我都会觉得 就是该吃的时间 当然又把它吃完 不要浪费掉 我是没有遇到说 拜过好兄弟的东西 特别快就坏掉 所以以我的认知 我是觉得差别不大 那这个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说 东西很快就坏掉 那真的要赶快把它吃掉 那有人问说 就是拜拜的时候 那些罐头要打开 他们才吃得到吗 他们是闻气味 不用特别打开 因为如果打开 其实这样子 真的也很浪费食物 我们不能抱枕天物 因为你东西一打开 你一定要马上吃完 除非说你有确定说 那个东西真的会马上吃完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准备的东西 然后他们会看到你的心意 而且有时候会经过神明的加持 然后那个好兄弟 他们自然会闻到那个气味 所以他们本来就可以加强他们的力道 所以不用特别把东西打开 一般如果说 拜过的东西又拿出来拜的话 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非常不礼貌 而且有时候真的会出状况 因为就像我们吃东西 我们可能我们身上有点病菌 然后我们吃过东西 我们又给人家吃 那可能会把病菌传染给别人 这是我们现实生活面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以好兄弟来讲的话 你拜过东西不要再拜 这个是很不礼貌的 那有的好兄弟他会在意 那当然有少部分的好兄弟 他可能不介意的话 他不会找你麻烦 他有的不要介意 他就可能会施展他的一些能力 然后来让你身心不舒服 会让你知道说 他非常非常的介意 然后他非常不舒服 然后呢 这个我在这边 跟大家举一个案例 那因为曾经有一位太太 他不知道 他就拜地基主拜一拜 然后他就想说 那顺便再拿来拜神明 结果这样子不行 结果他当天 他就一直好像被鬼附身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哇哇 一直叫一直叫 然后他觉得有人掐他脖子 他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好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就是拜过地基主的 然后他又拿去拜神明 结果有被处罚 这个是真的现实的案例 有的人会问我说 那普渡的话 他是普世那些孤魂野鬼 那如果说 我今天所超渡的过世的亲人 如果来到现场的话 他们可以参加这个盛会 可以一起来吃食物 一起来听经吗 这个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不管是听经 不管是法床 不管是金庄金庄 不管是莲花 所有的供品 所有的食物 所有准备的法床 这一些东西 现场所有的普渡的 冤亲债主 孤魂野鬼 或者是我们往生的亲人 只要有机会来到现场的 他们都可以共襄胜举 都可以来用的 因为这个就很像 很大型的那种自助餐 今天所普渡的意义 就是要普渡所有的 来自各地的好兄弟 冤亲债主 或者是众生 所以只要会有缘来到现场的 他们也不会说大小眼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来共襄胜举的 那我们来参加普渡法会 那现场可能有很多的状况 可能有好兄弟抢食物 可能有好兄弟 抢金床 抢莲花 那我们这边 我们这些来参加的信徒 我们会被影响吗 基本上 基本上不会特别的受影响 那因为呢 现场都有很多神明在护持 神明也会派很多很多的兵将 保护我们 会暗中保护我们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沾到法会 沾到神明的一些福气 而且呢 参加法会是让我们 写一些冤亲债主啊 他们也会帮众生来加持 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基本上 益处会比较多 那以上就是我在中元节 普渡现场所看到的 大致上的情况 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或者有什么想法的 都欢迎跟我分享 或者说你所看到的 法会现场是怎么样 如果说最近啊 有觉得说 有什么心思不满 或者说觉得运势没有很顺利 或者说对祖先有很多的怀念 这个都可以趁中元节的时候 只要有普渡法会 你们都可以尽量去参加 那有一些项目 你们都可以去参加 例如啊 化解冤亲债主 或者是帮祖先超度 或者是阴灵的超度 你们都可以去 都可以借这个机会 可以去庙里做 这一盖跟补运 7月真的是比较难得 比较特殊的一个月份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7月普渡的法会 在这边呢 祝福大家都平安顺利 然后中元节快乐 那如果说大家对中元节 有什么特别的疑问 或者是比较好奇的问题 都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哦 祝福大家中元节快乐 谢谢大家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